阿拉伯北部沙漠的石壁上 有一些和真实骆驼一样大小的雕塑 前两年的研究以为 它来自距今大约2000年前 最近一份研究发现 其实它已经有七八千年的历史 看来它们是比英国的巨石镇 更为古老的艺术作品 来自欧洲和中东地区 共14位科学家团队 以《世光测年法》进行研究发现 从雕塑被腐蚀的规律 以及上面留下的雕刻工具的印记推测 它们应该是在公元前5600年 到公元前5200年之间建造的 由于年代久远 这些雕塑很大部分已经被腐蚀损坏 比如很多贴上去的石材都已经掉落 不过仍有一些刻印的叫声的图案 还是清晰可见 包括骆驼的腿 蹄子 以及客会骆驼的脸部 鼻子的精细线条 考古学家表示这些雕塑 每个大约需要10到15天 才能雕刻完成 过程中可能得在地上搭建 能抵达雕塑高度的阴架来进行操作 考虑到那时候工具的局限性 搭建阴架的难度 那个年代能造出这样的艺术品 真是不可思议